六國搶著搜救,表面團結,桌底鬥 機上那麼多中國人,招先是應該贏 但搶著搜救的都不知他們 事關失事位置,在越南和馬來西亞領海交界 連菲律賓,印尼,新加坡都派出海空軍參與行動 單是南海訓練的美軍導彈驅逐艦,也趕去事發地點 話畢人命說,與中國關係最緊張的菲律賓 都說今次各國的團結力量超越爭議 是就是,表面咯 專家說南海更多主權爭議,終於爭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更是個個都有紛爭 所以搜救好可能都是較量之一 起碼不會不派船去,免是丟架 而按國際關係,最近空難地點的國家會主導救援 不過中國有的軍備,是他們之中最強 相信都會做今次的大佬 其實正在開兩會的集里,昨天早上出事 已經高調下柯打要做事 但最近當地的中國海警船 最快都要今天下午才到 另外兩隻最先進的救助船 也是由西沙和海口出發,沒那麼快到的